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珊珊爱养花 我是珊珊 如果现在特别快速的问你 你觉得什么植物和秋天更搭配 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哈 但是单对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是感觉秋天最美的场景 不是菊花开放的那一瞬间 而是满山的枫树叶 齐刷刷变红的那种场景 说实话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枫叶实在是太美了 现在呢 这眼看着入秋也这么长时间了 天气一转凉这个枫叶肯定又变成迷死人的样子了 于是我就花了30块钱买了这两盆小红枫回来 咱们下次再也不用去外边看枫叶变红了 我手里这两盆小红枫的盆栽呢 其实就是这个红枫的小树苗而已 大家看一下这个树干这么细 如果说咱们用点劲的话 肯定就能掰弯的 说起来这个小苗也有小苗的好处 有很多的花友就会特意的去买这种小苗 然后用这个铝丝缠在它的身上之后呢 给它提前定型 这样养几个月之后 这盆小树苗就可以按照咱花友的意愿 展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了 有一些商家呢 也会这么去加工一下 毕竟加工完了之后 它的身价可是好几倍的往上涨 不过在这里呢 我就不给大家去操作了 因为我也只是看人家这样操作过 我是真的不会 说起这种树形的盆栽盆茎呢 咱们一般看到最多的应该就是蚊竹了 不过蚊竹呢 和这种红蜂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蚊竹其实是藤本植物 它只是矮的时候不爬慢 所以说显得像一棵棵小树苗一样 但是这个红蜂不一样 它本身就是一棵树 所以说咱们养护的时间越长 它本身就会浮现出一种古朴的气息 就好像是它会用身体去记录时间的经过一样 之前呢 就有一位花友跟我说 他特别喜欢红蜂盆栽 因为红蜂盆栽里面 就好像真的把一小块大自然给搬到屋里一样 但是在这里呢 我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红蜂其实并不是很适合 养在北方花友的家里室内 因为红蜂要想长得好 有一个特别大的前提条件就是 一定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和良好的通风 这夏天的时候怎么都好说 但是到了冬天呢 北方的花友基本上都会面临这么一个尴尬事 那就是保暖和通风只能二选一 也就是说这红蜂只能是要么挨冻 要么就挨闷 红蜂的日常养护也不难 咱们其实主要还是保证它的叶子发红和精神饱满就可以了 叶子保证红色这方面呢 主要还是靠两点 一是保肥二是保湿 如果肥力不够的话 普通红蜂的叶子呢 就会变成绿色 而如果太干的话 这个红蜂的叶子就会变得干燥扑败 整个状态就会变得像野草一样 我这两盘啊 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刚还回来的 昨天下午的时候 这两盘真的是没法看 好了 总的来说呢 红蜂这种成呆 体态美好养活 还是非常不错的 喜欢亲近大自然的话 我们不妨养一盘试试 最后呢 咱们还是老规矩 只要咱们这个视频点赞过一天 我就在动态里面去抽奖 到时候这两盘一起送出去 虽然这两盘都不太值钱 但是我直接送还包邮哦 各位亲人们 动动小手赶紧去给我点一下赞呗 这样能够给我更多的动力